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的一周新闻回顾时段 那在今天这个影片里呢 我们就会和大家回顾一下 上一个星期所发生的一些重点新闻 首先第一个新闻就是 全新的新一代 Mercedes-Benz S-Class 实车现身 那在不久前海外媒体就在 Instagram 上 发布了这个新一代 S-Class 的谍照 从谍照上呢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新一代的 S-Class 在外形上是导入了 大量的镀铬四条来做一个点缀 看起来蛮贵气的啦 然后新车也导入了这个最新的 Mercedes-Benz 的家族式设计风格 整体看起来是有一点大一号的 A-Class Sedan 的感觉 那在内装部分呢除了那个 logo 非常大的 全新方向盘以外 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新一代的 S-Class 在中控台上是 导入了一个尺寸足以媲美 iPad Pro 的一个超大型触控屏 这个设计呢也是有一点像 Tesla 的感觉啦 那估计以后未来的这个豪华车呢 都会采用这样的一个设计风格 就不知道你觉得这样的一个设计是如何呢? 无论如何这个新一代的 S-Class 呢 其实已经是来到一个 开发阶段的尾声了 那外国媒体就 宣称了这个新款的 S-Class 估计会在今年正式发表 那 Mercedes-Benz Malaysia 呢 一向来他们的动作都蛮快的 但这一回呢我们相信因为 我国的这个汽车的税务架构 还没有明朗化 就算真的带进来的话 应该也不会随便就做一个 CKD 而是以 CBO 入口的方式来到我国 估计 CBO 到来呢 这个价钱应该就不会像现在的 S-Class 那么清明了 相信最入门的 S-300 估计都要来到一个 70万令吉以上 但这个新车呢我看最快最快 应该都是要明年以后才会来到我国市场 所以老板们这一两百千的差别 你们是还有时间存钱的 第二则新闻 从2月1日起 国内有8个大道的过路费 将会调降18% 那根据政府之前的宣布呢 Plus Highway 这个公司旗下的 8个高速公路将会从2020年2月1日起 将它的过路费调降18% 那这8条大道除了我们熟悉的 Plus Highway 也就是南北大道以外呢 还有新巴生河流域大道也就是NKVE 南北大道 第二中环衔接大道 Elite Highway 马兴第二通道 Second Link 第二东海岸大道 LBT2 芙蓉波德森大道 SPDH 北海距离大道 BKE 以及宾威大桥 那从这个列表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大道呢 大多数都是 就是活人平常出远门又或者是回家上才会用到的高速公路 那值得一提的是 这些大道的折扣只限于私用车辆巴士得私而已 商用车辆则没有这个折扣 但是政府也承诺不会涨价直到这个特许今天结束为止 这也意味着这一个 Discount 只是对私人用户以及公共交通有帮助 对运输业者来说其实并没有帮助 所以大家也不用去期待或者是期望去妈妈当喝茶的时候 那个饮料的价格会有所调降 无论如何 这一个还是政府所推出的一个惠民政策 如果你一个月回向一次的话 多多少少还是可以省下那几块钱的 第三则新闻 我国的偷车谁最爱Honda和Toyota的车款 根据不久前 我国的PDRM 也就是我国的王家警察 就公布了我国失确率最高的5个车款 它们分别是Toyota Hilux Toyota Real Fire Toyota Alfred Honda CR-V 以及Honda HR-V 从这5个车款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全部都是日系品牌 而且都是Toyota和Honda 其中Toyota就占了3辆 可见这5款车在我国以及东南亚 是有多么的受欢迎 同时警方也透露如果你的车子 脸色比较鲜艳一点 又或者是有独特的一个标志的话 那你的车的失确率会比较低 可惜的是在这一方面的JBJ就 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啦 不然其实我是很想把我的车子贴上那个 藤原豆腐店的贴纸 可是我的车又是欧系车我 我觉得大 不然我就贴那个干式双离合的贴纸啦 我觉得这样可能被投的几率就低很多了 第四则新闻 Proton X70 CKD 这一款国产化的X70呢 有消息就指出了 将会在下个星期 也就是2月12日正式在我国发表 那之前原厂也已经确认了 这个CKD 版本的X70 将会采用全新和Volvo 研发的 这个7速双离合变速箱 这一具变速箱呢 在油耗表现上 还有加速表现上都有所提升 那我相信许多人关心的两点 第一点就是这个7速双离合 它的整体的耐用度会是如何 这个呢我们暂时无法回答 只能说有待考究 第二点就是许多人关心了这个售价了 那相比起中国的这个博物院 其实X70 CKD 在我国的产量 原厂是预计设在一个2000辆左右的一个目标 相比起中国 中国的那个每个月的产量 大约都在2万辆左右 但为了维持这个产品的竞争力 我们相信Proton 并不会将这个X70 CKD 的售价提高 而是选择以一些 将一些配备列为选项的这个折中方式 来维持之前的那个车架的那个范围 再来这一则新闻也是X70 不过这个X70有点特别 因为它是雪兰儿洲苏丹的王帝 东湖苏莱曼 SAR 在不久前所订购的一辆客制版X70 那除了在外形上有特别的一个蓝色烤漆以外 它的内装也是采用了一个木纹的翅膀 整体看起来就感觉上很像以前的那个Perdana那种豪华奢华的感觉 不过小命小编我觉得这还不够啦 我觉得如果再加上我们中国风那种土豪金的镀铬四条的话 会更加的霸气显示出这个王室成员的威武 接下来这一则新闻则是关于到全部汽车品牌都在争夺的SUV市场 那韩国的Kia 也不甘失落 他们即将在2月17号推出全新一代的SORENTO 而在发表前夕呢 外国的媒体就捕获到了这个新车的叠照 那我们在这里就给大家回顾一下 究竟这个新一代的SORENTO来到我国市场呢 能否像Fast & Furious的Hans一样 重新起死回生呢 这个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的一周新闻热点内容 不知道大家对这次的影片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 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点击小铃铛 我是小明小编 我们下回再见